如果我家里有个小妹 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你会不会喜欢她 这么管我墨角 你不如说你是女人 兄弟 是你 你怎么穿成这样 什么时候出家当和尚 原来就在刚刚 绍华满心欢喜地准备迎娶丽君 没想到恶霸刘奎碧 也让人上门向丽君提亲 自然孟家拒绝了这门婚事 对不起啊 刘公子 我 我已经尽了丽 没想到刘奎碧明知道 丽君已经许配给了皇甫绍华 仍是想着要横插一脚 原来那日刘奎碧无意间 邂逅了应血 一见难忘 打听之下误认应血 就是孟家小姐丽君 刘奎碧仗着刘家有钱有势 求父亲帮忙成全 于是刘父便邀约孟父事已压力 迫于刘家的权势 孟家只能答应刘家提出的 比武招亲来解决 邵华得知是比武招亲 还是很有信心的 誓言要守护丽君 总之孩儿一定全力以赴 绝对不让丽君姑娘 落在那个坏蛋刘奎碧手上 然而丽君却噩梦缠身 只见刘奎碧和那个心中的胖少华 争着抢着要和自己动房 丽君不知如何是好 那个死帮子和那个坏蛋 真的跟我动房啊 为了不让噩梦成真 丽君做出了一个决定 相约铁木尔 准备来个深情告白 然而这次是陪母偷偷出来 找不到男装 只能换上和尚装将就 等着铁木尔的出现 期间 丽君先给自己彩排了一下 说老实话吧 二哥 你是蒙古人 你可不可以娶一个汉人女子为妻 可没想到正当 丽君不知如何表白才好之时 有人走了过来 起料不是铁木尔而是绍华 丽君有点小失落 原来铁木尔那么巧要返回大洞 只好由绍华带见丽君 私底有什么困难的话 尽管直说 一切由我代劳 这种事也有代劳的吗 憨憨的绍华不知丽君 要向铁木尔表白 信誓旦旦的一定要帮着代劳 却被丽君臭脸相对 绍华一脸猛逼 可没想到丽君为了寻求真爱 准备收拾东西离家出走 硬学好心归劝 夫人说 皇子少爷长得一表人才 说不定丽君你嫁给他 也会像老爷和夫人那样 相亲相爱 相敬如宾呢 可在丽君的心里 绍华还是那个不折不扣的小胖子 根本不知道皇甫绍华 就是自己的结拜兄弟黄世纲 怎么都要走 然而丽君还是担心比武招亲的结果 希望皇甫绍华能胜助 这样以两家的关系 到时候没有新娘也可以心安理 果然绍华不负众望 赢得了比武招亲 硬学也终于看到了绍华一表人才的样 急忙跑去告诉丽君 丽君啊 我刚才呢 总算看见皇甫少爷呢 他虽然长得不是玉树临崩 但是一表人才 而且武功也很好 然而丽君会因此留下吗